黃世修被問到說藍白河會不會邊緣化郭台銘的時候 他說柯文哲如果跟藍談的話 是白白送死 要跟郭談 為什麼 因為他的說法是 藍跟白的基本的支持者是互斥的 藍跟白 對 然後只有郭 郭比較能夠吸納這批人 而且郭沒有打 所以柯如果跟郭合的話 可以用郭的資源 他講資源應該財力 然後去發展黨務 這是黃世修的看法 好 那其實我們先以他的邏輯來說好了 他的邏輯前提是要郭台銘有足夠的支持者 然後所以才可以去說柯跟他們的支持者不會互斥 是可以融合的 可是我們現在看民調起來 顯然就是他們只有7% 只要他們的支持群眾是不夠多的 那何來說他們的支持者跟柯的支持者是可以有辦法 有辦法合作有辦法融合的 我覺得這是比較好笑的一個邏輯上面的一個問題 就你要去說支持者要合作 首先你要有支持者 但是顯然他們現在支持者是不夠多的狀況 那我覺得其實是這樣子 我覺得不管是什麼選舉 或者是你要談什麼合作 最重要的你都是要說服 有個說服的過程你才會有支持 那我覺得其實藍白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前提 那就是希望政黨輪替 為什麼希望政黨輪替 當然就是不希望蛋啊 什麼所謂疫苗的事件再度發生 也就是希望人民可以拿到他們最大的利益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前提下面 大家都是為了人民好的這一個說服點的話 我相信支持者是在這個利益點他們是會願意去可能去合作的 但我這都是分析 也不是說接下來可能就是要朝這個方向去了 因為我覺得要有一個足夠的說服力 他就有辦法去說服支持者一起合作 對 那可是顯然就是就算他們有再大的說服力 可是他們的支持者群眾是第一是不夠的啦 而且我現在也看不到就是世修他們有什麼樣的說服力 可以去說服柯那邊的支持者去跟他們合作 畢竟他之前的併購說什麼等等 都把人家嚇跑了 還有恐怖情人可能也都把柯還有柯的支持者下了一輪了吧 好 那這個議題我覺得每個禮拜我們關心就好 我是覺得進展會看看 每個禮拜前都在打磚 但是也不知道怎麼去談 因為就是進展很緩慢 但是我們希望這個快一點 然後給民黨壓力 不然單欣子都躺著懸 對 單欣子現在遇到爭議的問題 你問他 他就笑笑他傻笑 對啊 那時候他傻笑 那時候那個 他去幫許淑華站台 就把他記不記得 他形容許淑華就是雞排妹第二 後來許淑華不是哭了嗎 有嗎 許淑華哭了 你沒有看新聞 對不起我沒有follow到這個 這麼多好笑的新聞你沒有follow到 真的假的他哭了 我怎麼哭了 太感動了 就是賴清德稱讚他雞排妹 他哭了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感覺是 賴清德是真心喜歡雞排妹 對不對 我今天如果說稱讚一個人 我說你好像劉采薇 那就稱讚 對不對 因為我今天說肯定你 我用你稱讚他 所以他用雞排妹稱讚許淑華 一定是肯定雞排妹 那之前他遺憾 遺豬之憾 就是沒有辦法提命雞排妹 跟他一起奮戰 沒辦法把他拉入這個民主大禮謀 沒有辦法拉著雞排妹的手 一起來很凍蒜 賴清德一票 雞排妹一票 很遺憾 雞排妹一票 賴清德一票 然後雞排妹不是有些文創商品嗎 什麼飛機什麼杯什麼的 上面就印賴清德跟雞排妹的耗刺 然後後來賴清德很遺憾 但是他心中還是 滋滋念念的雞排妹 所以就用雞排妹稱讚許淑華 重點是 他那天要走嘛 然後走的時候 媒體就問他說 那你怎麼看陳其中處理 就是代人爭議 不理就跑了 不理就跑了 然後 我就看到民進黨的人幫賴清德洗地 就說 你們不要去刁難賴清德 他是副總統 怎麼會管他蛋的事 怎麼那麼傲慢 他今天民調如果說是 這更印證了民進黨的說法 的確被衛援手沒有角色 對 所以他不用管蛋的事情 今天蛋跟他也沒有關係 蛋是什麼啊 蔡英文的問題 陳其中的問題 你要確保總統不要吃到有問題的蛋就好了 問題是他是總統候選人 對 所以他還是 我覺得還是必須要講清楚 他民調如果跟侯友宜柯文哲差不多 他就不會這樣了 他現在覺得說我躺著選好不好 所以我就是覺得還是不能讓他太爽 然後再來我們來聊一下比較嚴肅的話題 就是禮拜五的傍晚發生屏東 明陽高爾夫球公司的大火 是 那這個現在最新的 開發 開發 10位 好像有10位 不信 9位還是10位 罹難 反正是有罹難 那這個事情怎麼看 我覺得 最新的是屏東縣政府 已經對那個廠商開發了 罰240萬 罰三件事情 就是公共安全 然後還有救災之後沒有提供資訊 他們的物質有超標 對 物質就說 好像是只能擺100公斤的 對 他們擺到3000公斤了 對 30倍 所以開發 然後第二個開發的原因是說 他們沒有如實在 就是發生火災第一時間通報 第二個是說 沒有如實在發生火災的時候 明確告知有哪一些物質 哪一些化學物質在裡面 那我覺得這三項 說真的 屏東縣政府現在出來開發 更突顯屏東縣政府的失職 這間的工廠在哪邊 不就在屏東縣嗎 那屏東縣為什麼沒有做到 好好的稽查呢 或者是說 他們這一些東西 是不是有如實的申請呢 屏東縣政府現在開發 我覺得很可笑 因為這更顯然是 你失職的一個狀況 第二 其實這一家明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它是在屏東科技園區 那屏東科技園區 是在誰的轄下呢 是誰該管的呢 就是經濟部 就是王美花 那所以王美花是不是有責任呢 他第一時間居然說什麼 他第一時間居然說 勞動部要去查 他把所有問題都歸出來說 可能是勞減方面有疏失 那就所以就被大家質疑 你是不是在踢皮球 然後所以昨天王美花 出來的時候才說 沒有啦 我們沒有踢皮球啦 接下來要去積查的 我們都會去積查 所以很顯然的嘛 兩個最大的要負責的 一個是經濟部 一個是屏東縣政府 然後可是現在兩個看起來 都是在推卸責任 一個說我開法了 好像開法就沒有我的事情一樣 另外一個王美花說 好我接下來要查 那為什麼你不找查呢 這不是很大的問題嗎 再來的話 就是我覺得還有一個 就是要去 要去可能接下來要去調整法規的啦 就是你們說 明陽國際在一開始 好像沒有提供 這個有可能 易燃的化學物質的粉塵資料 去讓消防員 他們有比較精確的判斷等等的 那根據明陽那邊說法 好像說他們一開始就有提供了 然後甚至有一部分 他們是在列印的一半的時候 就爆炸了 也就是說來不及把最詳細的報告 給消防單位 他們去做一個判斷 那問題就來了 為什麼這個明陽國際 他們明明就是一個 很高風險的工廠 很高風險的廠商 那我們的消防單位 沒有掌握到 沒有相關數據說 它這裡面有哪一些物質 是可能會易燃的 那如果發生火災 我應該要如何做 第一時間的這個滅火的措施